开始介绍我们前面交过的能源一个一个讲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煤 这个应该在生物课本的时候学过 煤怎么形成 沼泽植物 结类植物 埋藏在地下 然后呢 在缺氧的环境下 分解 然后呢 变成 煤 煤炭 这个应该是生物交过的 看看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 接着呢 就是它主要成分就是碳 主要成分就是碳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有一些其他的杂质 这些杂质会造成一些问题 等一下会简单带到 主要成分就是碳 然后根据它这个成分呢 它的成分呢 有这些 其中呢 固定它就是碳 是有用的 灰发分就是会变气体的 所以可以烧 所以这两个都可以拿来烧 是好的 后面的水分 流分 灰分就是不好的 流分会产生二氧化流 就是一种空气污染 灰分就是烧不出来 变成渣渣 悬浮为例 然后水分也不能烧 就是 所以根据它的这些成分呢 我们会有一些的分类 固定碳跟灰发分越多的就是越好的煤 然后其他的比例少的就是好的煤 等级高的煤 所以我们就有个划分的标准 有个划分的方式 看完就好了不用背 我也背不起来 你就要看过去就好了 你大概比较要知道就是那个谁是最高级的煤 五烟煤 五烟煤是最高等级的煤 泥煤是很差的煤 台湾现在已经没有开采煤矿 我小时候发生过两次重大的煤矿灾变 海山煤矿跟煤 然后就从此就 台湾就不再出产煤了 就不再采煤了 然后以前台湾有开采煤的时候 我们的煤的品质也不够高 所以海电要做火力发电烧煤的时候 还从国外进口 就看一下就好了 不需要特别背它 最多了解一下 五烟煤品质最好就可以了 那煤的用逐是干嘛 主要是拿来烧 拿来烧 然后做所谓的火力发电 我们未来会讲到发电 然后呢就是让那个涡轮机转一转 然后就有电 为什么涡轮机转一转就会有电 是下节期国三下交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是火力发电就煮开水 然后用水蒸气推动涡轮机 那怎么煮开水 烧煤 烧重油 或者烧天然气 然后来煮开水 政府说要发展绿能 可是就是我们前面教的非再生能源 什么叫再生能源 要发展绿能 可是怕它接不上 那怎么要去补足缺口 它现在大力推的就是要烧天然气 为什么烧天然气 因为天然气比较干净 就是碳跟氢 二氧化碳跟水 除了造成全球暖化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的污染的问题 那烧煤的污染问题要比较大一点 所以叫做煤的用途 另外一个是等一下要讲的事情 就是它的干溜 干溜有些产物 跟我们前面学过的木材的干溜差不多 然后它会有一个剩下来的汗 这叫做这叫煤焦 我们在学雅化还原的时候 讲过变钢的变铁的煤焦 另外一个所谓的煤焦油 它里面可以产生很多的化学药品 这又是我们煤的一些用途 OK吗 OK OK